坦山和尚与一个年轻的和尚一起赶路 当他们来到一条没有桥 而又潜水的小河边 正准备渡河往河对岸走去时 发现了一位非常美丽的小姐姐 正愁着自己要如何 才能渡河到对岸 坦山和尚看到了就问道 姑娘是不是要渡过河去 小姐姐笑笑地点了点头 坦山和尚继续说 来吧 让我抱你过河去吧 于是坦山和尚就把小姑娘抱起 设着潜水和年轻的和尚一起过河去 到了对岸后 姑娘与两人拜别分道而去了 坦山和尚与年轻的和尚 也继续赶着他们的路 约走了半天 年轻和尚终于忍不住了 就开口向坦山和尚问道 师父 我们作为出家人 是不应该接近女色的 而刚才渡河时 为什么你又那么做 坦山和尚回答道 你是说那抱着女子渡河的事吗 我在渡河过后 已经把她放下了 怎么你还抱着她吗 说回了摄影 如果每次抱着一成不变的拍摄想法 就只懂几种拍摄方法 或是在每次的拍摄活动中 只会跟着别人建议的方法来拍照 那拍出来的照片 只会是一般的记录 若要自己的照片能够有所突破 又能造就与散发出艺术氛围 那照片在拍摄时必须投入创作 不能抱着太多别人的想法 和别人的意见 或为了去迎合大家口味的方式来拍摄 我们会去学习某个摄影大师的拍摄手法 原因是为了要随着大师的步骤走一遍 希望从中理解和领悟到大师的成就 与大师的照片里的奥妙 但轮到自己拿起相机来拍摄时 画面的创造将也会慢慢的 把自己的消化取代了大师们原来的方向 就好像烹饪 即使用了大厨的食谱 也不会煮出大厨的原味 毕竟无论你怎么努力的去模仿 你将还会是你 不会是他 既然如此 那不如像坦山和尚一样 放下了后继续前进 故事里 头脑里的想法最为重要 思正心正 思邪心邪 因为坦山和尚在抱着小姐姐时 邪不入心 放下小姐姐后 也不私营 作为摄影师的我们 也该有着这样的想法 杂乱不入心 思正心正 才能够好好的在作品里 表达出心理的想法 拍照的构图 常被称为是剪法的艺术 因此 该放下的就要放下 心理就不要带着 毕竟 太多的束缚与限制来创作相片 不会是好作品 感谢您的心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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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